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ate McBoard 他的这个装置作品《威力》应该是诞生在2016年 《利物浦》的双眼展曾经展出了这件作品 这次在Humber Museum是他的第三个版本了 这个作品整体使用了高强度绿色激光素 使用锁光有规律地打向对面的墙体 我们在这一束束光中可以看到这种漂浮着的尘埃颗粒 还能感觉到有一种水器 这个水器就是从天花板安置了一个喷水物的一个装置 来营造出一种强光穿越水物的这种效果 Rate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当代艺术家 他的作品是形式非常多样的 他不仅可以展现这种建筑和空间的美感 也可以呈现对当代文化和社会的很多的这种思考和探索 Humber Museum在收藏了这件装置艺术之后 所以这个装置也是费了很多的心思 把整个临阶窗子的玻璃全部遮盖 让它光透不进来 可以让大家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这件装置艺术品 营造出来的氛围和效果 其实漂浮的长埃颗粒 并不是艺术家最初创版的时候就有的想法 而是在2017年在纽约迪亚艺术基金会展出的时候 很偶然地获得了这个效果 这个基金会它所处这个大楼 前身是一个大理石的工厂 当时空间里飘着很多那种大理石的小粉尘 具有很强的对光的粉射性 光束打出来的一刹那 天哪简直是惊艳了 出现的这种效果绝对是在空气当中 撒多少粉尘和水都出不来的 这个大厦呢 在成为哈梅尔某在用之前呢 它是一个银行这个光束 大家可能在镜头当中看不到 它现在打在那面墙 其实是一个金库的门 银行金库 咱们普通人只能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存在 现在呢 颇有一种让你穿越进去的感觉 真是一种现实版的惊天魔道团的场景 我是Cindy 在洛杉矶带你发现艺术 我们要复杂的可以拿回来 得到他的身体 跟他转抢 开了一遍 爹不得到 就要的 令人转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